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一周不死全额退款 男主倒霉哥一天24小时都在倒霉 终于他受够了生活的折磨 想不开要自杀了 他来到了大桥上准备跳桥 旁边还站了个大爷 大爷看到倒霉哥没勇气死 就给了倒霉哥一张名片 声称自己可以帮他 倒霉哥见自己连自杀都被鄙视 那是气得从桥上一跃而下 可就在此时一艘邮轮开了过来 倒霉哥掉在了邮轮上 这一折腾不但没死成 还被公司给辞退了 倒霉哥想摸摸兜里还剩多少钱能养活自己 没想到摸到了大爷给他的那张名片 原来这位大爷是个杀手 专门帮助想死却又不敢死的人解脱 看到这里倒霉哥心动了 他找到大爷并告诉了自己之前已经自杀过很多回了 可阎王爷就是不收他 上吊自杀绳子断了 扶药自杀自己吐了 好不容易被车撞到 结果对方还是一辆救护车 反正怎么着都死不了 听到这里大爷拿出了一本死法册子 让倒霉哥自选死法 倒霉哥也没杀钱就选择了最便宜的枪杀 大爷承诺倒霉哥一周内不死将全额退款 其实大爷是位职业杀手 而且是有组织的 但是现在老了 只能溜溜弯去大桥上和想死没勇气死的人做交易 这个月只要把倒霉哥这一单完成 他就能够完成任务 不会被老板辞退了 这天倒霉哥接到了出版社电话 出版社相中了他的自杀自传想要出版 第二天编辑和助手莉莉约倒霉哥见面 此时钢笔掉到了地上 倒霉哥低头去捡 而此时的大爷已经准备好了开枪 小明一低头子弹直接打到了编辑身上 再一转身子弹又打在了一个路人身上 反正大爷是次次杀错人 这时要签约的小明觉得人生有望 就想要跟大爷解除合同 那大爷能同意吗 到手的鸭子能让飞了吗 于是大爷追在倒霉哥和莉莉的身后 一枪一个 结果目标没打着 反而误杀了一个警察 因此暴露了杀手的身份 组织的老板很生气 于是直接开除了大爷 随后又暗中派人去暗杀大爷 再按照合同杀死倒霉哥 此时的倒霉哥和莉莉已经情投意合走在了一起 而大爷坚信自己只要杀死倒霉哥 老板就会回心转意重新接纳自己 只见大爷潜入倒霉哥家中 拿枪指着两人 就在要开枪的时候 大爷被组织的顶尖杀手一枪爆头 顶尖杀手把大爷的枪给了倒霉哥 让倒霉哥自行了断 不过人家倒霉哥现在爱情事业双丰收 傻子在相似 于是他跟顶尖杀手开始了贫嘴 就在这时身后的大爷突然站了起来 一刀砍死了顶尖杀手 最后倒霉哥和大爷一合计 签了一份雇佣大爷杀死顶尖杀手的合同 顺利让大爷把任务额完成了 最后的最后组织老板 还是以大爷年老为理由 让其退休养老 而弟弟和倒霉哥则漫步在街头 倒霉哥畅想着筹备着自己的下一本书 这时路边有一个小孩马上要被车撞到 倒霉哥本来心想着自己有足够的运气 可这次他偏偏没能那么幸运 倒霉哥代替小孩倒在了血泊当中 利弟抱着倒霉哥的尸体 镜头慢慢拉远 有些幸运可能是巧合 但上天不可能一直